因為聖經講 叫我們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即是我們去傳道 主要是宣揚神的美德 神為我們做了什麼就是恩典 即是幫助我們的 神愛我們 神祝福我們 保守我們 而神的恩典不只是當我們聽話的時候 是我們未認識他的時候 神已經早有計劃 他創造這個世界 他揀選我們 他有個救恩的計劃 去拯救我們 然後他到了時候 就安排人 安排人向我們傳福音樂 又將聖經又賜給我們 當我們 即是神會感動一些人 去傳我們傳福音樂 我們可能抗拒 但是神不會放棄 他繼續向我們傳福音樂 當我們信耶穌之後 他又繼續去保守 帶領我們感動我們悔改 離開罪 有路提升我們的生命 感動我們去聽話 感動我們去遵從神 去走神的路 這就是神的一種憐憫 祂的恩典是很大的 祂不只是一次過 是一輩子不斷在我們生命中做功 去感動我們去聽神 而當我們一聽話 祂就很歡喜 神就會有很大的祝福 當我們一聽話 一提託 聖經說 神一定親近我們 我們親近祂 祂一定親近我們 而且住在我們身裏 感動我們去悔改 感動我們去聽祂說 賜給我們力量 即是我們做每一個對 他立即回應 現在是神感動我們聽話 即是神感動我們去祈禱 神感動我們去遵從神 神感動我們去關心人 去幫助人 那這些都是神 時時提升我們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 即是我們宣揚的時候 我們可以宣揚神的真理的時候 我們可以首先說神 怎樣尋找我們 即是我們去告訴人 神怎樣尋找我們 神怎樣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 神的心是關心我們 體重我們 陪伴我們 加力給我們 當我們一回應神 神就很歡喜 神就加力給我們 所以我們講到神的恩典 首先講我們未信耶穌 還有的時候 神已經祝福了 神已經一早已經祝福了 而當我們一開始聽話 神又很歡喜 神又會繼續加力給我們 感動我們 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 賜恩賜給我們 賜能力給我們 所以我們講任何的信息 都由那個經文去找出神的作為 去思想神的作為 就叫我們 時時都宣揚神的美善 神多麼愛我們 我們不聽話 祂都愛我們 神看重我們 神跟我們有親情 祂稱那個十二年血流的女人 去做女兒 就是看到祂 祂看重我們 好像子女一樣 祂說放心 就是祂關心我們的感受 祂會看出我們的感受 祂知道我們的感受 祂知道我們的感受 祂知道我們傷痛 祂知道我們擔心 祂就說你不用擔心 祂就放心了 神會跟我們一起的 當我們聽神話的時候 神又很放心了 神又很輕鬆了 很喜樂了 神是會以我們為 就是我們親近祂 祂是非常之喜樂的 我們多些講 神怎樣改變我們 神怎樣喜悅我們做任何對的事 而且神提醒我們的 當我們一聽話 神是歡喜到不得了 神又會大大祝福的 那我們的人就會開心快活 就會 就是 被人看到原來神那麼疼 我們就有動力去親近神了 就有幫助補令 找那些人 他們說得很了 就是連結 恩 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